这是爱死基第三季最细思极恐的一集 简单的故事却隐藏了可怕的真相 农夫梅森察觉自家补仓里有不寻常的动静 本以为只是简单的数换 可枪身过后梅森却发现了奇怪 老鼠身上竟然有个奇怪的装备 突然一只鲁剑擦着他的脑门飞过 抬头望去 眼前的景象让老梅森惊出一身恶汗 这可把大意吓得不行 连轮带爬地逃出大门后 梅森拨通了110 可赶来的灭鼠公司经理却仿佛司空见惯 轻飘飘地把老鼠便宜推托到环境污染上面 随后就向老梅森推起了他们的最新科技 固定激光镭射枪 在邪恶资本家的鼓吹下 老农夫购置了四套镭射枪 24小时全方位无死角的清除鼠患 可惜的是第一个死在枪下的就是自己的爱宠 其后几天 骨仓内电光雷鸣 梅森觉得这钱总算没白花 可好景不长 随着杀了机器的进入 老鼠们的智力似乎也在进化 一个个监控被拆除 最后更是直接把镭射枪变成了一堆废铁 梅森怒气冲冲地去找精灵 可这一切都在资本家的计算中 精灵又掏出了一个号称最新先进的灭鼠武器 甚至直接更新迭代了近十个版本 移动自走灭鼠铁穴蝎子机器人TT15 虽然觉得自己是绿油油的大狗菜 可农夫也只能捏着鼻子腹肠 不过这次总算物有所值 蝎子型的机器人十分给力 汤布里简直如四次世界大战一般 机器人甚至在闲暇之余 用老鼠的头颅做了一个金罐 血腥 残忍 这样大爷越看越不是滋味 终于做了个决定 其实回过头来看 不难分析梅森为什么做出一个看似荒唐的决定 作为农夫的梅森 最开始猎枪在手 到中期布置雷射枪 此时武器就已经间接被控制在别人身中 而后来的自走机器人根本无法控制 到最后用猎枪干掉机器人 完成了武器掌控权的回归 倘若我们反过来看这个故事的影线 因食品导致的物种超自然进化 已经应用到民用杀鼠领域的超级武器 机器人那种血腥的杀鼠方法也让人不禁怀疑 如果更为先进的对人作战的兵器 会被设计成什么样呢 细思极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